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题我叫什么安公牛黄役还是安公牛黄役 熟与熟略 那就不用说了 你问我当然是安公牛黄役 我自己都在滴来喝 好了 我们原来会去北戴河 北戴河听得多 你知不知道北戴河是否领导人 避暑和开会的地方 北戴河会议有时候有些现在不在位的那些 据问我不知道 那些什么 纪念都会出席的 但是这几年好像连北戴河会议都没有了 很多东西都顾零星怪 就好像三宗传会那样 很多人神秘现在才开 突然间 不知道为什么要想 继续去上去 这里是哪里的 这里 这个都是避暑山庄类的 衰离福宗之庙 其实它是仿照 刚才 你说布达拉公 之前的普陀忠诚之庙 就是布达拉公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藏传的气色 颜色 是的 这个就是仿照后藏日客则的扎神伦布子 就是当年招呼班禅大师在里面住的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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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礼佛的 但是他也是送藏传佛教的 是的 因为其实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其实他们有放藏传佛教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他在这里是用来镇住一些不同的 其实他有第二个目的的 就是他在这里的地方 为什么要选置这里呢 因为这里是禁着很多北方的那些小童民族的 他在这里就为了要和那些小童民族有很多交流沟通 和镇住他们 让他们不要乱来的 嗯 因为他很近北京的嘛 其实 这个就是那个衰黎 刚才说的那个仿照日后葬日客则 扎神伦布子而起的那个 就是被班禅不住足的 在里面做办公和住的地方来的 所以呢 你那些什么就是啊 那些外来有啦 喂 大家在这里振着你 先隔一隔吧 别让你直冲北京这样 是的 是 那这个办事也会驻军的 会驻军的 因为如果你说到四月到九月都在这里办事 他一出的那些御林军都去了 全部都在附近 好 再去 好了 这个呢就是清东陵了 这个呢就是清朝最大的 由信治开始时代就起的 最大的清朝陵墓区来的 哦 陵墓区不怪你这么说的 陵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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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皇帝在那里 呃 应该 就是他告诉你这里是藏 实际上 在这里就不知道 但没有啦 就这样看这都 可能是很划算的 就是可能也是很多自治疗的 就这样看这都涉了气 没有帝王之气 好 再去 这个也是 这个呢就是玉陵的 是皇帝的陵墓 嗯 御陵 接著另一個叫定東陵 乾隆皇帝的陵 是啊 這個定東陵 是啊 定東陵就是慈禧的陵墓 慈禧太后的陵墓 嗯 會大一點 哇 這個就是盆山 就是盆山 乾隆皇帝三十多次登這座山 它是北京東面最大最壯觀的一座山 因為你看到這個塔 那個塔是什麼塔 沒有的 它是用來挑望的就像 因為它在山上 特意建了一個塔 乾隆皇為何只上來做法 因為它這個 其實很早時期就已經有這個山 其實這個是 它們用來登山 即是 它們都喜歡走山的 是啊 乾隆皇上了三十二次 這個山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什麼七峽江南 乾隆皇很喜歡玩的 就是要遊山換水 你看到它很居高林 其實它爬山爬很多的 這個山 那這個山是可以上去的 有 也會上去的 也會險要的 如何上去 但我客人就不能上去 行頭梯的 在哪裡 在山腳 在山腳上去 那麼高 是啊 行多久 半日 哈哈 你也會帶團走這些 是啊 你的團友和你走嗎 有的 那些客人會走的 有沒有那些團友說 我不想上去 有沒有 不是在車上蹲 是在車上蹲 在車上蹲 不是你說去到山腰 你走幾步就說 你怎麼下面走上來 走半天 不是 這個是很久之前的 我不知道現在 有沒有藍車 有沒有那些 有沒有那些山腰 你怎麼走去 你說塔不上去 沒有所謂 那你走不上去 但你上去 但你走上去 看上去就很漂亮 是啊 其實你上到山上面那些 就是塔下面那些地方 望到下面都很狡猾 不是 正所謂的 好 不再去 這個是天下第一關 山海關 這個就是 那個關就是 東至山海關 我們之前講絲綢之路 不是講了嘉瑜關嗎 是的 西至就是嘉瑜關 這個就是山海關 也是明朝以來最宏偉 有了岳城 有了整個城牆 別流 是很完整的一個城牆 嗯 一個城 那那裡面呢 山海關呢 有一個城 裡面也有些人住 有有有有 後面那些 你看到很矮的屋子 那些是平民百姓屋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山海關裡面 是啊 這裡寫什麼 這個字 天下第一關 吉星高招 無論怎樣 這些東西 好 山海關就是當年 陳生貴 陳生貴放清兵入來 唯有陳元院放清兵 我剛剛 放清兵入來 就是地方 我剛剛哪天有認識了 徒弟的陳元院呢 節目在哪裏呢 忘記了 這個呢 這個呢 都是角山長城的 嗯 角山長城 角山是哪個角 一隻牛角的角 牛角的角 其實它都是明朝的長城 因為其實你現在去北京周圍 河北周圍 其實很多都是保留了明朝清朝的古建築的東西來的 嗯 全部都是那些明清時期的 要是建築風格啦 要是長城啦 要是關口啦 要是那些山崖啦 那些都是都是這樣的 有網友說 那些地方有沒有計較 應該沒有了吧 嘩 哇 你的城牆肯定沒有啦 山海關那裡有沒有計較 那裡肯定有啦 蛤 山海關那裡有計較 其實是很熱鬧的啦 那些地方已經很熱鬧的啦 那些地方已經那時候去 已經零幾年去都很熱鬧的啦 那些地方一定有的啊 那些地方 好 問題就是 就是 就是 你在那個地方 你會不會有這個衝動的意思 就是你想不想 怎麼會沒有衝動呢 這個就是老龍頭啦 這個呢 就是明朝長城的最東端 入渤海的 OK 真的是海來的啊 是啊 這裏就是渤海來的 這裏就是明朝 老龍頭就是明朝 我記得啊 渤海 我記得啊 我看《一劍鎮神州》 阿尼舊居士啊 是不是 阿尼舊居士和那日本浪人啊 好像就是在渤海之斌那裡 就是鄭少丑和陳紅蓮啊 那近啊 是不是渤海之斌好像 是渤海之斌好像 渤海之斌 是啊 你練練過啊好像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 老龍頭啦 這個就是 慈經 未到 看到好看那套東西 你有沒有看啊 聽我 沒有啊 多山火 海我 遠都 好 這個就是 這個是渤海來的啊 是啊 老龍頭的長城 老龍頭 老龍頭的東段最東的長城 好再去 然後這個呢 其實它是黏著的啊 哇 這個長城下面的景致漂亮很多啊 有些 就是奸地的那些 農村 這段都是角山長城的 角山長城 都是角山長城的 你猜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人走過整個長城的景點呢 都有啊應該 有的有的 但是有些人故意去為了走 我們這次這個行程 看好多長城 是 行好多和人看好多長城 真是 你 如果我好想有錢 不是我好想有空 有沒有人走過整條長城 這個壯舉 肯定有啊 有的嗎 有些人是為了要 譬如好像四大佛救平山 五岳 有些人是特意去登山的嘛 那這個長城 走完整條長城要多久呢 你猜 不是它斷開的 你走不完的 你可能要去這個省道 走到這段 然後斷了 你就要去乘車去另一個省道 就是睡一會去 然後就 你沒有路了嘛 譬如好像剛才那樣 那我可以休息一下 金山只有10.5公里 你走完整段 就是10.5公里 好像馬拉松一樣 你走完就是這樣 但是你 之後你就要再去其他地方 再去乘車其他地方 OK 嘩 這裏就是 北戴河 哦 北戴河 那是河來的嗎 是啊 北戴河 哦 開外人 其實是海伴來的 這些很靚的 歐陸風情 北戴河 那時候 老毛 鄧小平 他們都喜歡 小平叔叔都是來游泳的 這個是什麼地步 這個就是天津裏面的五大道 北戴河隔壁就是天津 天津好像很出名 天府花生是不是天津的 天府是四川 那天津有什麼出名 張學友 張學友是天津的 是嗎 天津仔 還有那些炒律師 是不是天津 天津 天津有什麼出名 啊 我知道有什麼最出名 天津 以前有一隻叫做連結堂 天津連結堂 我講過在節目裡 你們可能沒吃過 是一條長 一條長的軟堂 好像那個圓盤 操縱那麼長 我想我們這些網友都知道 我一講就知道 有兩個小孩子的樣子 包裝是綠白紅的 三格的連結堂 那個是天津 天津連結堂 大格兔堂是不是上海 這個就是天津 這個就是那個叫五大道 其實它主要是看的小洋房 它是因為有歐文 這裏是剛才的照片一樣 是呀 離遠三十年來看的 歐文風格什麼都有 有 英法、義德、西班牙的建築風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留意一下 全部都是在裡面 其實這裏不大 為什麼呢 都是外國人 是呀 天津是港口 一定是很多 打仗 是不是租界來的 那時候 還沒有 那為什麼會建這些樓 他入侵了之後 就是 是啊 天津飯最出名 天津飯 天津飯 很厲害 有九不利 好 再 這個就是那個吳橋 吳橋是一個地方 吳橋是雜技大世界 這個是整個中國的藝術之都 就是所有雜技雜灑 包括馬戲、氣法、氣功、曲藝、獨腳器 全部都在裡面 是做 就是在裡面 就是它是 有了全部東西在裡面 而是由它傳出來的 它本身是 它本身是 吳橋就是雜技之鄉 是啊 是雜技之鄉 它現在正在有這個雜技之鄉 製造一個大 這個應該是那些什麼 珠藝公園 對 沒錯 於是它裡面有 你又未必是在街上看 就在裡面 是了 是了 這個集團大世界都很出名 很出名 但是 去到現在的經濟蓬勃 左右 應該少了年輕人學 是吧 當地的特色 其實如果 吳橋是很出名的政技 那變了很多人都 就是可能 如果現在的時代 找食方便了 可能就雜耍會少一點 是 就是以前 可能就是 可以找到一口飯吃的 每個人都去學 就是好像那些 去踢球那樣 現在踢球都炸了 就是踢球都炸了 是 以前 經濟發展了 是啊 但是我覺得有人 會真的喜歡表演這些 會有的 所以很出名 但是其實呢 我經常覺得這些都很不人道 在訓練的時候 但是如果他自己喜歡 就OK 喜歡的 我想他真的要很喜歡 因為這些很辛苦 當然是辛苦 好像運動員訓練那樣 對 但是比運動員 就賺少了錢 嘩 又賭 是啊 這個叫蒼岩山 蒼岩山好像很熟 這些我們現在看下去 是恐怖的 你走就沒有什麼 它是寬的 它是寬的 但是 你走到中間便不怕 你走到旁邊 你看到 當然 當然 你不要讓他看下去 真的不是那些棧道 它是寬的 很寬的 很寬的 是橋橋來的 嘩 這些真的 原空節 嘩 這些就窄了 這個也是蒼岩山 沒錯 蒼岩山 沒錯 這些不是必經的 可以走 可以不走 要走 必經的 這是太行山的枝墨 太行山的枝墨 你們去大團要走這些 三大圓空子 這些都是堵底的 你不要說 是堵底 你黏著牆走 你想想下面那些木 木 不是那些是石 你那些符手是木 但是下面是石橋 這條 這條不是玻璃橋 不是好像窗街街那些 嘩 這些都是腳軟的 你別說走 窗街街就是玻璃的 如果你們兩個人不山城 就在鑽頭 在面前跳呀跳呀 你都不熬 有些人在搞搞頓 那石也不怕的 你不要站到那邊就行了 嘩 這個就是游泉的 是 這個是蒼岩山的什麼地步 這是一個寺院來的 什麼寺院 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都不記得什麼名字 這個很 但都必經的 必經的 必經的 一定要走 要走上去登這個寺院 為什麼以前那些人 那些中國人 那麼喜歡 在這些險要地方 來建這些地步 這個就是玄空寺來的 就是 好像五台山那邊的玄空寺 因為那個山勢沒有辦法 因為它有顯性 就說那個地方是 建好的 就是那個五台山的玄空寺 這個就沒有說的 這個就 為什麼要建在這裏 為什麼要建在這裏 很難建 這個更難建 那個玄空寺 那個玄空寺 這個沒有東西 這個沒有東西的 空氣下面搭東西上去 但是那個都是衣衣 你轉木入去 這個更難建 即是屎屎鬼 這些就是屎屎鬼 這個更難建 好 再去 這個就是那些 這個就是那些 秦王古逆道 2300年前的 這個完成呢 就叫做井徑 這個完成呢 就是有2300年前 就是有這個完成的 所以這個完成 有很多城的改名 是改了很多次 你不知道它以前叫什麼 它這個井徑 就是有 城的歷史 就有2300年 好的 是很古舊的 這個歷史 這條是翼道 就是那些馬鹹 那些運送港來的翼道 OK 好 回來 那大家都很累 有沒有看球 你不看球 我相信 你會看球 這個星期西班牙對英格蘭 你會 你喜歡哪一隊 你支持哪一隊 我是支持英格蘭的 英格蘭 但是你覺得結果呢 我覺得不夠 我打了 我是支持英格蘭 而且我會買英格蘭贏2比1 好 分身英格蘭 好 時間之內 嘩 即是九十分鐘 你其實 那麼鬆心 不是 尤其是 英格蘭的 就是這麼巧 那些球 真的很壞 踢得很漂亮 那一隊反而輸 經常都是這樣的 但是英格蘭看得很差 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 差才那麼多 他真的經常 經常睹眼神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問這個問題 OK 糟了 我完全不知問什麼 好 我想跟大家說 吳橋襲記大世界 剛才是一個主題公園 它位於吳橋的 吳橋這個地方 又有個什麼稱號呢 大家聽清楚 A 襲灑之鄉 B 襲記之鄉 C 吹燒之鄉 OK 84811079 最暫時對問題的 三個朋友 就確有一支 這個 木槿眼藥水 他今天呢 你這個星期日 我們又預約得很滿了 那個血管檢查 他今天這陣子 我想跟你說 我真是上來檢測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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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問題 你不一定要買東西 買東西呢 其實我們有幾個網友 是之前呢 吃了一個月淨血管 再回來驗的 喂 全部呢 由一批東西 都變成了 波波 這樣很高 是啊 是啊 但有些血狂 有一個上次是16 現在是9 那也是高的 很好 很好吃 16到9 16到9 大家自己去割藥 當然 ABC 我想現在已經答得很厲害了 那我們 雜交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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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是 是雜灑之鄉 雜技之鄉 和這個吹燒之鄉 這個 吳橋這個地方 那 我其實我會盡快 我都會走一走大陸 我看一下近近地 像你說的 上去福田吃燒蠔 深中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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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 大哥幾個鐘就隨時去 不要搞了 OK 多謝VitterL 大家有什麼問題 繼續來支持購物 好 拜拜